支持者高喊口號歡呼 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回訪北台灣 聲勢不同凡效 沿途與民眾熱情揮手 展現親和力 藍白氣保存在嗎 柯文哲再度喊話 偷侯友宜就是偷柯文哲 講得太好 那直接偷柯文哲就好了 你會不會還繞個彎幹什麼 我直接偷柯文哲 不過前一天在基隆廟口開獎 柯文哲語出驚人 認為民進黨的幕僚比民眾黨的好 副手吳馨穎幫忙還家 同時吳馨穎也和民眾黨新北市議員 一起掃街敗票 但馬上迎來選前之夜 強盜開到主戰場的民眾黨 舞台規劃卻成為話題 有民進黨內部人士透露 白鷹透過活動廠商溝通 希望能沿用週四的晚會舞台 更表示不會計較這些小動作 柯辦發言人陳志涵回嗆 是廠商主動協調 希望柯辦給個方便 選前之夜不會沿用民進黨設計 要民進黨遵守規範 準時把舞台拆完 有一些布景那些會換 但主結構就廠商跟廠商一起協調 所以這個 我倒覺得這個也是這樣 也不用刻意去再操作一條新聞 選前最後衝刺 柯文哲與吳馨穎兩人 11號下午在台北市區 合體車掃造勢 把握時間衝高之時